充电器一拔 再回来就是新年快乐了 有人说到底什么样的终点 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琉璃 那不如让时光倒回年前 我把那一刻都留下来了 除夕的前一天 结束好工作 要踏上回家的旅程了 楼顶有点漏水的小屋 明年见啦 最近的天气 就像是也知道要过年一样 阳光照射在身上 暖呼呼的 真想大睡一场 不过马上就到家了 到家啦 妈妈在做饭 今天要吃蒜苗牛肉 跟卤牛肉不一样 新鲜的牛肉 在切成片之后 下锅炒更容易入味 加上我们这边喜欢吃辣 所以在里面会加上干辣椒面 这一顿是家常菜 炒锅笋 酱百鸭 这个甜口的很好吃 蒜苗牛肉 豆腐 还有丝瓜炖汤 鸡蛋汤 卤鸡腿 鸡翅 和一大碗辣酱 没办法 我吃饭必须吃辣 不然我会感觉 虽然吃饱了 但是没吃到什么好东西 刚刚的鸡翅和鸡腿 是爸爸自己卤的 一大包卤料 炖出来的汤底 能让鸡翅 咸 香 鲜 甜 肉口即化 吃完饭后 我弟在洗碗 我家的传统 就是男孩子洗碗 洗完冲干净的碗 必须再拿开水烫一下 消个毒 而我 逃不过我家的电烤炉 这可能就是我老家的标配吧 上面放了桌子 把腿伸进去 大花布一搭 又是一个冬天 给你们看看 我亲爱的妈妈 都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年货 砂糖菊 看电视碧炫 原味瓜子 姜片 这什么 这个糖果 我就知道 它肯定不会是什么德服 只要还有 小时候经常吃的金碧巧克力 就连最常吃的QQ糖 都是糖小咪的 我还诧异 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 倒出来之后 居然还有不同的味道 青色的是苹果味道 橙色的是橘子味道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也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不舍得吃的东西 她说她不喜欢吃 小时候总喜欢 把过年的零食藏起来 压碎前 总是要用来上缴 交学费的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爱我的妈妈 而且长大后 也会发现 这一切 都是生活的艰辛在作祟